第1道乾杯 我們要增加這個紅燜 紅燜直接加到那個部分 然後可以直接把這個 隔場下去 先把隔場爆香 然後可以直接把隔場下去 然後可以直接把隔場下去 然後變香 那一般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因為義大利是它本身 烹煮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們義大利店 都會先把這個前置的動作 我先把它煮起來 那我這邊稍微解說一下 義大利是它的方式 水滾了之後下鹽巴 它的比例是100比例 水100也是1克 100比1的低 那我們的義大利店 它的噴煮時間是 大約是6分半到7分 水滾了之後 再把麵下去 它煮6分半到7分鐘的時間 再把它撈起來備用 那你可以先把它 吹涼了之後備份 把它分裝起來 那你需要一次的 一輪分到一次 就可以把 這你在操作麵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好我這邊 我想大概倒一下 主要加上的 雙跟蒜頭 這樣就把它撈一下 然後加入其他的材料 這邊 這邊大致上稍微把蒜頭炒香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像 然後加一點白酒 然後加一點白酒 然後可以即效你的紅醬 紅醬的話我這邊 都是直接設定一匙 一匙是120CC 這個都有定量值 所以你的操作麵會很方便 然後加一點粉 就即高湯 或者是你要加一點點 如果沒有用即高湯 可以直接 那個水直下也可以 看你是要提升 你的功率 增加哪一個功率都可以 做調整 那我這邊的鹽巴用海綿 基本上鹽不是沒吃 然後已經沒吃了 糖是 糖大概會燒至四十 我們的醬汁本身 它的鹹度是要後加的 因為每一個利益性 還有它的口味上 會有些許不考 然後接下來 大概是七下 大概是七下 我所謂七下就是 看你的量 它會有不一樣 大概是七下 大概是七下 然後可以到最後再做微調 稍微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麵直接下囉 醬汁的水分不夠的時候 可以再多下一點水 這個餐點的製作時間 時間基本上大概是在 四分鐘左右而已 好 當然是看你的 乳台的火力 今天用的是微波爐 所以它的火 比較沒有那麼快 火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速度會太多 快點 你別這樣 不然會太兩分 再加一分 五分 一個 兩分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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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炸一下 讓它的味道比較容易出來 然後義大利香料 然後最後再加一點雞肉的可能 然後燒一半一半就可以起鍋了 我們先來的一半就可以了 我們先來的一半就可以了